歡迎回到King Sir接觸的時間,今天第四十一集 都是萬聖節,我們通常是萬聖節有很多面具 這個新一些,這個厲害,Iron Man的面具 之前我們接過一個鹹蛋超人的頭,今次是Iron Man的頭 一看就認得,這個厲害,新鮮滾熱 這個比較簡單一點,首先Iron Man是甚麼顏色? 配色當然是紅色,黃色,如果你可以找到紅色,金色就更加厲害 我們開始,首先我們黃色那邊向上,我們先接一條對角線 黃色那邊向上,因為你想黃色面,紅色邊的Iron Man 接著我們就跟回這個橫線接這條 好了,旁邊這個去回中線的位置 好了,然後這一邊,這一邊線又是向中線 好了,接完這兩條斜線之後,我們補回一條對角線 因為一會兒用來做這個對角線,另外一條對角線都接起來 我們要一條中線做對位 好了,現在我們就有兩條斜線,兩條對角線 留意這個部分,兩邊斜線去到這個位置,我們就做這個 抹,就用來接這個 記住,其中一邊角,就是對斜線的盡頭 另外那個尖尖,就對自己原本的中線 兩邊會平衡了 就是類似這樣,這一邊也是,這一邊就用斜線來做那個mark 跟著中間就對那個中間線 又是,如果說對位這些都是對得準一點 那你接出來的作品就會漂亮一點 好了,完成了,現在大概是這樣 不是在中間接觸的,是過了一點的,兩邊都是 跟著我們就,這個三角形 就這一條線碰到中間,碰到那個側邊的線 好了,類似是這樣 然後打開,這一邊都是一樣這樣做 這條線接到這裡,這條線接到這裡,兩個斜線 然後接好這兩條斜線之後 就將兩條斜線同時間接完之後 同時就將中間的尖尖凸起去 接向下面就可以了,中間的角 接到下面就可以了 現在旁邊就是一個這樣的形狀 這一邊都是一樣的,我們照做 這一條線接到這裡,這條線接到這裡 這條線接到這裡,兩個斜線 其實類似我平時說 指妖形的接法,現在就在旁邊做 兩個斜線都接完了,然後兩個斜線同時接 中間的角落頭就向下 好了,現在是這樣的形狀 好了,跟著我們就做一個 上下角落頭接到中間 這邊有斜線的那個是下,這邊是上 上面那個就由面接到中間 小心點,有時旁邊會爆出來 這個第一個,跟著我們反轉後面 下面那個角落頭接到中間 一個就在前面做,一個就去後面 好了,都是那些線刮一刮它,有條接痕 好了,前面和後面都反開 對了,反開了 好了,然後我們就要接一條線 條線就是由這邊有一個細的斜線 有一個細的斜線的這個位 去到這邊有一個細的斜線的這個位 我們就這樣反轉接,反轉一指先 然後就向下這樣接 但就對回剛才的斜線的兩個位 有條很細的斜線的那個盡頭的位就對了 兩邊都一樣 中間的點就碰到中間的線 那就是最正中的位 完成了這個位 去到這一條斜線,細的斜線去到這個位 兩邊都一樣 接回中間的線 同一時間就反轉後面的那個出來 這樣 這條線不用伸接,是中間的線右的 好了,雷池現在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這裡有條線 我們就這條斜線就碰到這條橫線 注意,不會成為一個角落頭的旁邊 因為它本身的位和角落頭是有一個距離 是類似這樣的斜線 這裡不是角落頭 記住這件事 然後這一邊都一樣 這條斜線就碰到這個橫線 好了,類似是這樣的 然後我們就接一個角落頭碰到這條線 碰到那條橫線那裡 當然中間線就對回中間線 這個是一個mark 這個是一個mark 我們就是要這條 剛剛伸接的線和這個橫線中間的線 我們就再對一對位 對一對位 對回那條 剛剛伸接的線就對回到剛才的橫線 就要中間那條線 這條線就對了 接下來就要接一個直線 接兩條直線 那個位置就是這條新的橫線 最新的橫線 和原本的斜線的位置就是我們要接的中線位 我們反轉一張紙來 找回剛才的靠岔 就是斜線和新的橫線的靠岔 接著就這樣接 這樣接 記住 那條橫線就對回自己原本的橫線 就確保它是一條垂直線 那那個mark的標準的位置就是 那條橫線和斜線的雙交點 是的 只是接上面這部份有接就行了 下面不用一直接到最底 是的 大家見到 這一邊做多一次 斜線和新的橫線的雙交點 就做一條垂直線 是的 這裏就比較難理解一些 但是大家內心一點就理解一下 是的 只是接上面那部份就行了 記住有接線的橫線就自己對回那條橫線 否則就不是正中垂直線 接上那部份就行了 好了 這個裸位就拿完了 那我們就做眼睛的部份 眼睛就是這兩個位置 這兩個角落頭 這個位置就輕輕力 輕輕力 不用改變它任何結構 就將它拉下來 拉成這樣 是的 小心不要撕爛它 不要撕爛它 這個位置就不是一個改變結構的位置 就這樣拉 就這樣拉 它就很順暢就會下來 是的 這樣 然後我們就 這條斜線就接到這個橫線那裏 這樣 這個是Iron Man的眼睛 是的 我們接個肯接實一點 因為這個我們又要反開 我們要摺痕 兩邊都一樣 這樣然後打開它 這樣就外反摺 輕輕力打開它就照著摺痕 反出來 其實你的摺痕摺得好的話 這種摺法是很容易摺到的 我們有對紅色的眼睛 這邊都一樣 外反 即是打開一點就跟著摺痕 內外都一樣 摺完之後就 好 類似是這樣 一對紅色的眼睛 這個眼睛其實就大了一點 那麼我們就摺右 摺右這個最簡單 向後摺一半 我們首先把眼睛向上摺起 然後就把斜線向後對摺一半 當然摺到角落的位置 好 這邊也是一樣 因為如果你用雙色紙來摺 它本身這個摺紙已經比較有些部位 有些少少部位比較厚一些 所以尤其是雙色紙是更加有彈性 很容易彈開 所以摺到最後可能要用一些少少膠水 黏一黏 否則它都是彈開的就不太像 好了 兩隻眼睛做完了 然後 我們就開始摺它的花紋 首先是頭部的花紋 我們剛才有斜線 我們其實都是照斜線 以及最後摺的一條橫線 這樣下跌 兩條直線是怎樣用呢 兩條直線 摺其中一邊線 那兩條直線 那條直線是用來做一個 谷摺 不是凸的 是凹的 結果做到它會自然形成了一條斜線 記住 那條直線是在這個位 是在這個位 是 那便摺進去用那條直線來做摺痕 那便變成一個斜位 斜了下來 那這一邊一樣 這個摺下來之後 我們用這一邊摺斜線下去 同一時間用了那條 剛才摺定那條直線 就做摺痕 那便會有一條天然的斜線 這條斜線是伸摺出來的 類似是這樣的 然後最底的三角形 就跟轉折的位置摺進去 然後我們先接它的嘴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下面這個三角形 去到這個位置摺上去 點到點 好了 摺上去之後 它原本就有一條橫線 我們跟回那條橫線就可以了 類似是這樣的 然後這個下巴位 我們就 這個三角形 角落頭就摺上去 那個橫線那裏 剛剛先那條橫線那裏 然後我們打開 然後三角形就摺到新的線上 就是這個換言 就是一個四分之一的位 然後再捲上去 類似是這樣的 類似是這樣的 好了 已經有點像無似樣了 已經 然後 跟著 旁邊 旁邊就摺一條斜線 摺一條斜線 這個斜線 留意 這個位置是留一點 這個下巴這個位置又是留一點 不要摺到最盡 很少說不要摺到最盡 但是這些情況 摺一些叫做卡通人物 或者摺他的花紋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因為這樣而不是摺到最盡 類似是這樣的 然後這邊也一樣 斜線 這個位置留一點 這個位置留一點 就會比較像 跟著原本的 Iron Man是怎樣的 那就不要摺到最盡 類似是這樣的 看見到 旁邊這兩道就凸了一個黃色的三角形出來 這個是不要摺到後面就可以了 最簡單摺到後面就可以了 這邊也一樣 三角形接到後面 好了 跟著下來那個步驟會令到這個面具立體化了 大家就留心 可能這個步驟是比較難一些 首先去到眼睛上面這個位置 它有個硬硬的地方 它就是之前的結構造成 它硬的位置大概去到這個位置 大概到眼睛中間一點點的這個位置 我們就將它捏住 捏住 接一條跟著那個形狀接的環線 類似是這樣的 這一邊我們先接的都是類似的 不然我怕會不對稱 也是這個位置會有一個硬 比其他部位硬了的結構 我們就跟著那個結構來接一條環線 就不要接整個額頭 去到那個位置而已 然後我們就拿著那個位置 去到額頭的環線 那個結構的環線 然後就將它 看著這個手藝 這樣接上來 這個位置去到哪裡 就是去到這條斜線 這條斜線就差一點點 不要碰到 不要碰到 差一點點 類似是這樣的 是的 接了這個位置之後 接了這個位置之後 我們後面那裡就有兩層的 後面那裡有兩層的 我們揭開這個 就包上去 包上去 類似是這樣的 這個稍微鎖一鎖 然後這個位置就跟著這個角落 去到這裏就接過來 是的 完了之後 類似是這樣的 類似是這樣的 如果大家要接緊那條線 就唯有把它反轉 這樣 刮一刮它 類似是這樣的 非常Iron Man 這邊一樣 我做多一次給大家看 捏住結構的環線 然後 就把它接上來 去到斜線的位置就留一點點 好了 做好這個位置 然後後面那裡就有一層 我們把它拉出來 就包緊原本額頭的位置 包緊 好了 完成了這裡 就接一接這個額頭 去到這個角落頭 去到這個位置 沿著那個線就接了 好 基本上 這個額頭 完成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我們在面那裡接兩條直線 接兩條直線 是的 就比較像電影裡面的Iron Man 是的 這兩條直線如何接呢 由下巴這個角落頭 去到上面額頭這個角落頭就可以了 下巴這個角落頭去到額頭這個角落頭 我們就捏好那個位置之後 捏好那個位置之後 就佔著桌面 就反著它墊著桌面 就這樣按一按它 刮一刮一刮一條線 是的 眼睛這個會凸出來的 我們一樣收回去後面 然後一樣刮一刮那條接線 刮一刮那條接線 好了 類似是這樣 類似是這樣 這一邊我們一樣這樣做 我們一樣這樣做 捏好那個位置之後 下巴這個位置 去到額頭這個角落頭的位置 捏一捏它之後 我們就反轉它 刮一刮那條線 好了 眼睛這個位置 摺一摺它 又是收好它 好了 基本上去到這裏 我們可以叫做完成 剛才我說這個作品可能會彈起 有些位置要貼貼膠水 我就告訴大家貼去哪裏 首先 普通碼人膠 首先 白膠章 額頭這個位置 點一點它 這樣一點就可以了 貼這些的時候 不用整個茶雲來貼 點一滴仔 這樣貼緊它 這樣按一按它就貼緊了 好了 然後側邊這個位置 側邊這個位置也是 一點點一點就可以了 然後就貼緊它 好了 兩邊側邊也是 好 好 好 當然了 之後兩邊膠 還有眼睛的位置都可以貼的 都要貼一貼 否則它是彈開 眼睛的位置都是你可以黏它可以不黏 這張紙比較差 我在家裏做的那張 原本用的那張紙比較容易黏 這張紙有一點膠面 當你黏好了之後 你就把那個面具稍微拉開它少少 闊少少就會像一些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你黏好膠水才做 黏好膠水才做的 就是反轉面具 反轉面具 我們見到這裡面具嘴的部位 下面的部位就有個環線 有條東西 我們就把它很立體摺起它 摺起它 摺起它 它可能很難看到 這樣反起來摺 這樣本來是反起來 令它動起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在前面看的話 那個就是Ironman的嘴 那個嘴 樣子像是可以打開的樣子 有少少納粒進去 其中它是一個立體的作品 把它拉開一點 這樣就會比較像一些 好了 今天這個Ironman的面具 差不多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都能接到 因為這個實際上 就不是那麼難做 好了 希望大家都能接到 這個Ironman的面具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大家萬聖節快樂 拜拜 好